这是Linux制服Linus Torvalds在2012年对英伟达公开数的终止 因为英伟达多年来拒绝对GPU内核驱动开源 虽然科技大佬们很少这么真性情的公开标赃化 但是几乎所有和英伟达合作的科技巨头们都对英伟达又爱又恨 微软英特尔AMD三星高通都曾经和英伟达对峙公堂 而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GPU 而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无论面对多大的客户 只要妨碍他卖GPU就以一个态度告 不怕告也不怕被告 不怕得罪客户不怕战斗 不可解 英伟达顶着史上最韧性义方的骂名一路推动GPU走向主流市场顺势而动 多年坚持搭建生态形成了如今高耸的护城河和垄断式的市场占有率 2023年8月中旬有咨询公司测算 英伟达最新GPUH100利润率高达1000%且在市面上供不依求 这期视频我们构建了英伟达GPU崛起的整个历史来深度聊聊 关于英伟达GPU最重要的那些战斗 以及这些战斗如何在AI浪潮来袭之际将英伟达推到了万亿市值的宝座 NVIDIA浪潮了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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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现在是$506 Jensen Wang Divisionary Founder President and CEO NVIDIA 你会购买更多钱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GPUs为各种问题 哈哈哈哈 Jensen Wang NVIDIA Leading of TOEFL Revolution in Computing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硅谷101 我是主理人陈倩 我现在在斯坦福校园穿着一身这个 HIPPE 来硬个井模仿一下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的这个典型穿搭 我身后就是他捐赠的工程学院Hong Engineering Center 那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呢也经常来到这里上课 那么所以今天的外景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了 大家还不给我们点个赞 关注一下我们吗 好 那在我们详细申巴英伟达GPU的第一场战移之前呢 我们稍微来讲讲当时的市场格局 我们将时间拉回90年代末期 英伟达因为第一款芯片产品 REVA 128成功推出 加上1997年和1998年全球游戏发展的浪潮 使得英伟达在1999年1月22号正式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 在同一年英伟达也趁热推出了GeForce 256 这款被称为全球首款GPU的图形处理器 其实啊GPU这个技术并不是英伟达发明的 在英伟达发布GeForce 256之前呢 这项技术已经存在在其他大公司当中了 包括索尼 早在1994年版的PlayStation里面已经使用了 但是呢 没有人在市场上面大肆的推销这个技术 所以呢 把自己和GPU发明者这个称号绑定起来 其实英伟达的市场营销的意味很浓啊 那么现在看来这是老黄刻意为之 为什么呢 那么这是因为当时的世界是英特尔的CPU所称版的世界 而英伟达想要跟英特尔对打 唯一能够杀出一条血路的策略就是营销GPU 那么图形处理器GPU和中央处理器CPU具体的区别呢 我们在这里简略的提一嘴哈 那么英伟达在一次演示当中就很直观的给出了一个比喻 CPU呢就像是一个学士渊博的教授 什么都精通都能做 但是任务得一项一项的做 做的比较慢 而GPU呢就像一堆小学生 对于特定的简单运算人物 人多力量大 所以呢在大量并行计算上 GPU完胜 但要注意啊 这并不是说GPU就比CPU好 或者GPU就能够彻底取代CPU 我觉得刚才英伟达这个宣传片呢也有点误导了 只是说大家的专长不一样 但是呢在产品形态上 英伟达拿着GPU这样的产品差一点 去打英特尔是非常聪明 那我们现在有了上帝视角啊 知道GPU有多厉害 但是21世纪初期 微软Windows生态和英特尔CPU称霸的年代 而且GPU在产业上的优势和需求还没有体现出来 那英伟达是非常弱势的 而就这样啊 弱势的英伟达呢把自己卷入了一场大战 这不仅仅是一场大战 还是一场非常复杂和惊险的五方混战 讲混战我们就要上图了 2000年初啊 几个芯片玩家的格局是这样的 英伟达主要开始大力售买GPU ATI呢是一家加拿大公司 比英伟达早成立8年 在90年代末也开始进军图像芯片GPU成为英伟达的主要竞争对手 巨头英特尔在干啥呢 英特尔其实也看到了GPU崛起的趋势 1998年尝试研发过一次单独的图像独立显卡 也被有些人称为最早的GPU之一叫i740 但是市场反应非常不好 没成功 之后一年在推出升级版i752的时候呢 直接就被叫停了 之后英特尔呢是放弃了独立显卡 那是因为英特尔CPU的市场太大了 处于非常舒服的一个位置 基本上呢 英特尔的态度就是 市场上有啥新东西你们先搞着 到时候呢 就直接组装到我的主板里面就行了 所以后来呢 英特尔采用了CPU加GPU的集成显卡策略 让ATI和英伟达直接去竞争吧 英特尔就坐收渔翁之力 那再来看一下英伟达如今 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AMD 当时AMD还不是英伟达的竞争对手 最开始AMD是英特尔的竞争对手 主打CPU市场 所以呢 两个CPU巨头盯着两个GPU新星 明着暗着拉王解派 再加上一个超级大假放客户微软 就开始搞事情了 五方混战正式的拉开了序幕 那么在这场混战中的第一阶段 英伟达可以说是八面玲珑 2000年的时候 在商业合作方面 微软为了进军游戏主机行业 与任天堂和索尼展开了直接的竞争 他就找到了英伟达 让他们成为了当时还是秘密项目的 XBOX的GPU提供商 那拿下微软这个重要的订单 英伟达可以说是干劲十足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你别看英伟达和AMD 现在是成了死对头 但是在2000年初期 英伟达和AMD可是结盟关系 去共同打击英特尔的 而且黄仁勋在1984年到1985年 在AMD工作过 更有着老东家的一个渊源 所以在早期 英伟达在2001年6月 进军主板芯片组 chipsets 发布Enforce EDA的时候 首选就在AMD的平台上去发力 那么英伟达和AMD 怎么在后来又成了死对头的呢 我们一会儿来说 那么总结一下 在Round 1 英伟达非常的意气风发 大金主微软呢 为了让英伟达全力的开发 Xbox GPU是给出了 总计5亿美元的合同 定金呢 就直接给了2亿美元 而要知道 当时英伟达一整年的销售额 也就才5亿美元 相当于呢 是买下了全年套餐 一下子就给它包养了 当年英伟达的股价呢 也是匆匆的往上涨 但是很快 英伟达就发现 大金主的钱 其实并不好拿 为了在2001年和索尼 还有人天堂正面竞争啊 微软给英伟达的时间 就只有一年 而正当英伟达 加班加点呢 给Xbox提供GPU的时候呢 微软遭遇到一系列的 生产和供应问题 是被迫推迟发布 错过了先机 败给了索尼的PlayStation 2 于是呢 微软所有的压力 堆积到了第二年的 二代产品上 那为了快速的占领市场 微软呢 开始使用低价的策略 将Xbox的北美售价呢 定在299美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这样说吧 英伟达在2001年 卖的GPU叫GeForce 3 市场售价是329美元 英伟达给微软特定的X-Chip 是基于GeForce 3的产品 这相当于啊 装载英伟达GPU的Xbox 比单纯英伟达芯片 还要便宜 这就好比你去买汽车 发现这个汽车大减价 比里面装载的发动机还要便宜 那么当时呢 微软在Xbox初期 每卖一台Xbox 就要亏126美元 那如果微软想要降低亏损的话 怎么办呢 微软呢 打开Xbox 看看自己的供货商名单 说 哎 英伟达 你是不是得便宜点 然而 就算面临微软这么大的一个客户 2002年第二季度 微软的订单呢 占英伟达总收入的近30% 黄任勋不愧是史上最任性一方 是一口回绝了微软的砍价提议 双方呢 还走上了法律程序 我翻了一下当年的美国证监会SEC的文件 微软和英伟达直接走的是叫 Binding Arbitration 具有约束力重裁 就是说判决之后呢 双方都没有上诉的机会 那么要的就是快恳准 那么跟强势甲方闹掰的结果 就是微软直接转向了英伟达的对手API 作为下一代Xbox 360的GPU供应商 而英伟达和微软闹掰的消息呢 直接是让英伟达的股价雪公式下错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因为之前英伟达站队AMD 使得英特尔也开始扶持ATI 那么这个时候 英伟达面对的是两个行业巨头 同时开始扶持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 微软、英特尔和ATI 展开了对英伟达的围剿 英伟达的股价呢 就一年市值蒸发了90% 黄仁勋前一年刚入写 美国的财富杂志的 40岁以下的40位富豪 以5.07亿美元的身家排在第12位 后一年他的个人财富就缩水10倍 直接从亿万回到了千万复工 差一个零还是差的挺多的哈 所以呢和微软的这次合作 可以说是让英伟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微软当年可以说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英伟达就在刚创业的时候 就因为不符合微软的行业准则 就吃过一次大亏 那么现在和微软闹掰之后呢 英伟达又直接错过 微软新规格确立的重要消息 直接导致新推出的GForce FX 因为和微软的标准不接融 而被对手ATI推出的 Radeon 9G00打得一败涂地 而更加糟糕的是GForce FX还出现了运行温度过高的问题 引发了多次自然事故 这也使得黄仁勋一度被游戏玩家们调侃为两弹元勋 说到这里啊 大家是不是觉得老黄你怎么就那么倦呢 单跟一方委屈一下怎么了 但是事实上啊 黄仁勋也意识到了错误 那么接下来就是忍辱负重的纪念 首先呢 黄仁勋一意识到 在如此实面埋伏的境地啊 最大的甲方是得罪不起的 所以英伟达弗洛在2003年的2月6号 与微软的共同宣布结束法律仲裁程序 同意与微软合作降低Xbox的未来成本 这是为英伟达在2003财年 带来了4040万美元的额外收入 另外一边呢 在2002年底啊 英伟达终于争取到了索尼的订单 为下一代游戏主机 PlayStation 3提供显示芯片 那这个时候游戏主机中的另外两个大玩家 微软和任天堂呢 都被竞争对手ATI抢走了 所以英伟达拿下索尼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与此同时呢 英伟达开始对英特尔表达诚意 我们之前说过啊 英伟达的主板芯片组产品 N4C一代发布的时候呢 是和AMD深度绑定的 只兼容AMD的平台 那么在2004年1月的CES国际消费电子展上 英伟达首次呢 是展示了支持英特尔标准的芯片组产品 而在2004年稍后 英伟达和英特尔呢 是达成了互相授权的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协议之后 又引发了两家公司的一场定长 我们这个待会儿来讲 那么至此呢 英伟达与行业中的两大巨头关系缓解 订单慢慢的稳定 也不断推出新产品受到市场的好评 总算呢是化解了被基 与此同时 英伟达与ATI的竞争也日益的激烈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改变市场格局的事情发生了 黄仁勋的老东家 之前与英伟达同意战线的AMD 收购了英伟达最大的竞争对手 ATI 2004年第三季度 在独立显卡市场当中 ATI的市场占有率在59% 而英伟达只有37% 英特尔对战AMD 英伟达对战ATI CPU和GPU两个战场上的战火 都是越烧越猛烈 2005年 英特尔宣布和ATI达成协议 为英特尔新系列主板提供解决方案 同时呢 我们刚才也提到英特尔呢 也跟英伟达签订了专利许可 所以对于英特尔来说 CPU加GPU集成主板策略还是奏效的 虽然这样的集成主板在最高端设备上的某些任务 好不过独立显卡GPU 比如说大型的单机游戏啊 绘图或者是视频编辑需求 但是对于中低端的设备完全够用 所以呢 也是活得挺舒服的 而AMD就很焦虑了 眼看CPU争不过英特尔 在GPU这块呢 也没有办法狙击英特尔 并且呢 AMD当时也是认同 GPU的发展会是未来重要的策略 所以呢 他一狠心一跺脚做出了一个决定 买下市面上最好的GPU供应商 也就是呢 从英伟达和ATI中间选 那么最开始AMD想买的是英伟达 福布斯杂志的文章就爆料 AMD前员工透露 当时AMD的首席执行官叫Hector Reitz 他在2006年首先接触的是英伟达 但是呢 黄仁勋坚持要担任 合并之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所以呢 老黄和Hector Reitz就没谈拢 AMD转而呢 就去找了英伟达的对家ATI 2006年7月份 AMD宣布呢 以5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ATI 这也让AMD成为了全球唯一一家有能力研发 并且生产CPU和GPU的厂商 市场认为一个强大的巨头即将诞生 而当所有人都为英伟达的处境捏把冷汗的时候 黄仁勋却看到了机会 他笃定AMD吞下ATI之际必然有一段时间的消化和整合期 而英伟达需要抓住这个时期重新的找到市场优势 黄仁勋在接受Business Week采访的时候说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礼物 ATI基本上已经认输了 我们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家独立的图形芯片公司 而黄仁勋知道接下来的几年将是最重要的时刻 那么对于AMD来说 整合ATI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不仅不容易还让AMD伤筋动骨 那首先在财务上 收购ATI让AMD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54亿美元的收购金额当中 42亿美元是现金 12亿美元是股票 这个交易方案让AMD贷款25亿美元 是几乎用光了公司的账面现金 那么自从收购ATI之后 AMD的债务开始大规模的增长 2006年AMD长期债务是上升到了37亿美元 2007年更是上涨到了50亿美元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AMD的负债表 到了2010年才降下来 一度让AMD濒临破产 那为什么ATI的收购会这么的庞大呢 其实以现在的上帝视角来看 当时的收购其实是有着大量的溢价 在AMD收购ATI之前 ATI花了相当的时间和金额 在当时的显卡领域中买买买 把一众老牌的显卡芯片商 还有一些核心的技术都给买了个遍 那么这些专利和技术 在ATI收购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大量的溢价 也就是说ATI花大价钱 把自己吃成了个大胖子 然后这个大胖子又被AMD花更大的价钱给吃掉了 你说是不是得消化不良一阵子 并且虽然看上去ATI拥有各种技术专利很关键 但是跟当时英伟达最先进的技术相比已经落后了 所以在整体整合的时候又拖慢了节奏 总而言之AMD吃尽了ATI才发现 这项收购对于AMD自身的资金结构 还有市场竞争力来说 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这直接导致了AMD在之后长达数年的时间当中 对GPU的研发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而且AMD还被迫做出了一个壁虎断尾的动作 拆分自家的金元厂 在2008年的时候AMD的CEO Hector Ruiz 没错就是当年主张要买ATI的那位 不得不将AMD的金元厂是卖给了阿布扎比的ATIC公司 也就是成为了之后的Global Foundries金元厂 那么就这样AMD也和英伟达一样成为了一家五厂半导体公司 那么时隔多年夜内还有人叹息说 当时AMD的CEO Hector Ruiz卖掉金元厂是错误的选择 让AMD丧失了自主的金元制造能力 让生产完全的陷入被动 而Hector Ruiz也在将金元厂卖掉之后抵开了AMD 这边插一句Hector Ruiz之后还出了一本书名为 这个翻译过来叫弹工 AMD反抗英特尔的残暴统治来拯救整个产业来 为自己证明 说如果当时不卖掉金元厂AMD 必破产不一 但是那你当初干嘛又要买ATI呢 反正啊AMD的故事是另外一个宏大的故事了 特别是Lisa Su之后带领AMD重振雄风的故事 说来Lisa呢还是老黄的远方亲戚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欢迎留言或者扣一 我们可以单开一个话题来讲讲AMD的故事 因此呢AMD和ATI的合并暂时没有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反而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 都让AMD在与英伟达和英特尔双线作战的时候力不从心 资金链紧张拖累了研发的进度 市场占有率节节溃败 AMD好几年啊都挣扎在生死线上 所以呢AMD在CPU端呢是输给了英特尔 又在GPU端也输给了英伟达 公司股价呢也是从2006年的40美元 每股直线下挫到2008年的2美元 而这样的颓势呢一直延续到2016年 而就在AMD把自己折腾得够呛的时候 他的对手英特尔和英伟达已经在物举新的展现了 而在AMD暂时不构成威胁的时期啊 市场上谨慎的两个玩家 英伟达和英特尔终于开打了 也许从一开始啊 英特尔和英伟达这场战斗就必不可免 AMD买下ATI 英伟达日益的语意丰满 而英特尔也越来越意识到GPU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是英伟达居然已经开始蚕食英科尔的地盘了 2007年的时候英伟达推出了Tesla系列 用于大规模的并联电脑运算 这个Tesla和马斯克的特斯拉电车没有半毛钱关系 是老黄的致敬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给取的名字 Tesla系列的推出意味着英伟达的GPU计算解决方案呢 已经可以涵盖到个人电脑以及大规模的服务器集群了 也就是说英伟达已经不满足于只做英特尔的芯片组集成显卡的提供商了 他开始进攻英特尔的蛋糕 而且这个香波波客户还是苹果 那这张图就解释得很清楚了 2007年苹果MacBook如果和英伟达合作的话 需要英特尔的Core 2 Duo CPU 再加上英特尔的芯片组集成显卡 包括内存控制极限器俗称北桥Northbridge 以及Io控制极限器俗称南桥Southbridge 那么一年之后看到2008年的苹果MacBook 除了CPU还用英特尔的Core 2 Duo之后 剩下的直接替换成英伟达Tesla架构支持的集成控制器 GeForce 9400MG 你说英特尔怎么能忍 小黄你居然起到我头上抢我客户了 还是苹果 于是英特尔开始搞事情正式的开档 首先英特尔是猛足了叫想自研芯片 当时英特尔是芯片市场的绝对霸主 那么在个人电脑还有服务器CPU市场中 英特尔的市场占有率是80% 在图形处理市场中 英特尔凭着芯片组 也就是之前与英伟达等GPU公司合作的集成显卡 也能够占据市场的一半以上的份额 那么你说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多的人才给了你这么多年的机会 你自研一个独立GPU芯片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结果英特尔还真就研发不出来 我我我我我 英特尔自研的GPU芯片平台叫做Laraby 2009年12月9号英特尔公司 是正式取消了Laraby GPU产品的推出计划 主要原因就是产品的性能以及驱动的开发 远远要落后于原先的计划 那么这是让市场大吃了一惊 当天英伟达的股票就涨了超过12% 那没事英特尔还有一招就是 英伟达我要跟你决烈皮钱脱钩 我们之前说到2004年的时候 英伟达和英特尔是达成了相互授权的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在2009年初英特尔正式向美国特拉华州法院递交了诉状 要求之前跟英伟达签的这个数权协议 不适用于英特尔下一代的集成内存控制器 也就是刚才这和图里面的北桥的这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你英伟达之后不能再给英特尔提供GPU了 拜拜 但是呢老黄也不是吃素的 一个月之后呢2009年3月反手就把英特尔给反诉了 英伟达指出英特尔违反合同 真正的目的是要阻碍GPU技术 而当时老黄在接收采访的时候 信誓旦旦的说绝不和解 那么这个官司呢一打就是两年 直到2011年英特尔终于打累了 去找英伟达达成和解协议 那么老黄当时提出的和解条件是 英特尔要在五年之内向英伟达支付15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 英特尔这才发现自己玩脱了 而当时英特尔想象不到的是 之后它和英伟达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而现在我们知道2000年的时候 英特尔的市值呢是2770亿美元 世界排名第六 是英伟达的60倍 如今英特尔的市值是英伟达的七分之一 那回顾2000年到2011年这11年 五家巨头六场战役 微软、ATI、AMD、英伟达和英特尔的混战 真的可以说是高手过招 惊心动魄 而英伟达暂时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顺应者这十年快速成长 成为了GPU市场中的佼佼者 英伟达呢因为专注研发最领先的GPU技术 将巨头们都甩在了身后 但是也就是这十年黄仁勋深刻的意识到 产品过于单一过于依赖 金属甲方的商业模式终究不是安全的 大客户永远想砍价 永远想要将技术变成自由 永远不会安分 于是呢老黄开始下注GPU产品的多样性 以及软件生态的搭建 而这是英伟达真正能够成为万亿美元帝国的关键 但是呢这条路并不好走 我们把时间呢拉回到2006年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AMD买下了ATI 英特尔呢准备研发自研芯片 整个GPU市场格局大洗牌之际呢 英伟达在思考如何将自己的技术更加的前沿化 修建更高的护城河 将产品更加多元化 更少的依赖单一的大客户 如果英伟达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将是未来GPU竞争格局当中的立足之本 那么当时英伟达的首席科学家David Kirk提出了 将GPU技术通用化的思路 什么意思呢 GPU在此之前啊 主要是为了图形图像处理而生 主要呢做3D渲染 游戏方向是成绩以来的核心业务 那么David Kirk就认为 英伟达呢应该去探索 运行图形渲染之外的通用计算任务 这包括了超级计算机 再细一点说啊 将会是科学研究和计算 模拟药物发现 更专业的好莱坞制作 等其他更加高端的专业图形领域 那因为GPU编写程序的复杂度非常高 所以呢 要为更通用的人群去做GPU产品 那么就要开始做软硬件的生态 来满足不同领域的开发者们 用他们已经熟悉的编程语言 在软件生态上编写程序和用用 来驱动GPU处理不同的计算任务 那黄仁勋呢支持了David Kirk的想法 英伟达在2006年 他是投入大量的人员和资源 研发这样的并行计算程序开发环境 名为 那么这个想法在当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但是呢问题在于可能太前瞻了 以至于呢外界质疑一片 完全无法理解老黄的决定 非但不理解 华尔街周人呢还纷纷的看跌英伟达 英伟达开始全员投入研发Cuda平台 但是这个决策呢意味着巨大的投资 导致公司的成本疯狂上涨 那么建立生态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产品上 英伟达要在硬件产品中增加Cuda逻辑电路 那么这使得芯片面积变大 散热增加 成本上升 故障率增高 那么在2008年就发生了 英伟达显卡们事件 包括苹果啊 戴尔等等多家笔记本电脑出现了高温下 屏幕扭曲 画面杂乱 或者呢 干脆开了机也没有屏幕的现象 引发了全球不少用户的不满 发起了集体诉讼 然后大家发现 原因是呢 他们都装载的英伟达 G84和G86显卡系列出了问题 那么很多人质疑啊 这是因为Cuda对散热的更高需求导致了芯片的瑕疵 无论如何 显卡们危机对英伟达的打击非常的大 不仅让苹果这些大客户对英伟达产生了不满 对之后的手机芯片合作带来了负面的阴影 还让华尔街对英伟达的不满上升到了极致 同时呢 我们看到英伟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还有资金在Cuda上 反映在财报上 2008年之后英伟达的利润大幅度的走低 经营利润operating income 甚至在2009和2010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亏损 那同时又遇到了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英伟达股价重挫 华尔街上所有人都在问黄仁勋 为什么要做Cuda 甚至呢 华尔街将Cuda的市场价值定义为零 但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伟达股东的角度来看 那这些质疑呢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做Cuda的原因仅仅是基于科学计算的需求 你将所有的市场加起来 也不过是个几十亿美元的小市场 你花这么多的人力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做这个东西合理吗 那当然老黄在之后的几年 特别是现在AI浪潮起来之后呢 终于向世界证明了合理性 那正是英伟哭打生态 英伟达才可以在AI时代占据GPU市场超过90%的绝对垄断份额 但是当时说实话 老黄在当年也无法准确的预知 这个市场会有多大 是不是正确的选择更别提给华尔街去证明了 那么黄仁勋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他只知道他当时押注的是加速计算 Axcelerated Computing 而且相信这是未来 如果这份坚持是对的 那么更大更宽的市场会向他打开大门 那终于2012年的一个事件 让黄仁勋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2012年是本轮AI浪潮的奠基之年 后来呢被称为深度学习之父的Jeffrey Hinton教授 当时带着他的两位学生 Alex Chris Havisky和Ilya Suskever 参加了全球最为权威的计算机视觉大赛 ImageNet大赛 设计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AnnexNet 一举夺冠 开启了之后十多年的神经网络AI的迅速发展 也是奠定了如今深城市AI 而Ilya Suskever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 她就是如今OpenAI的首席科学家 那么在AlexNet赢得了ImageNet大赛的短短几年之后呢 Ilya将从谷歌出走 带领OpenAI迭代出GPT大模型 才有了如今的ChartGPT 而这一年的比赛当中啊 还有一个大赢家就是英伟达 在Hinton团队参赛的时候呢 他们发现 如果用CPU来训练AlexNet 那么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于是呢 他们尝试了一下英伟达的GPU 没想到啊 他们惊喜的发现 两张GTX580显卡 只花了一周的时间 就训练完成了1400万张图片 那么这标志着整个人工智能历史上 算力的重大突破 而英伟达这张装载了 Cuda的GPU GTX580 从因为功耗和发热问题 而抽名远洋的核弹显卡 一夜之间呢 变成了通往未来 最重要的必要装备 那么很快 谷歌IBM等等啊 大厂商 还有各个高校的实验室 纷纷的开始向 英伟达订购GPU 而黄仁勋呢 也敏锐的意识到 AI发展的重要性 开始加速打造 被AI设计的GPU硬件 2016年 在OpenAI成立初期 老黄就亲自把第一台 装载了8块GPU 那么当时叫做 P100芯片的超级计算器 DGX1 送去了OpenAI的办公室 他在上面写道 至马斯克及OpenAI团队 为了计算和人类的未来 我向你们介绍 世界上第一款DGX1 多款Janson Huang 那么这台DGX1 价值过百万美元 是老黄带领 英伟达3000名 联工耗施三年打造 能够把OpenAI 一年的训练时间呢 压缩到短短一个月 OpenAI当时 还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马斯克 奥特曼等等 一众早期的创始人 和员工兴奋不已 拿着马克比 就在这台DGX1上 签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可能你也注意到 众多签名当中 有一个中文名字 范林熙 他当时还在 斯坦福求学 是OpenAI最早的实习生之一 如今呢 他也入职了英伟达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 华尔街终于意识到 他们曾经给出 零试纸的Cuda 成为了英伟达入局 人工智能浪潮的秘密绝招 多年的布局呢 已经让Cuda 软件生态 被众多的业界 还有学界专业人士们 所熟悉所推荐 护城河已经铸成 这个时候呢 英伟达的竞争者们 也意识到 GPU和Cuda生态的重要性 然而呢 他们已经落后的 太远了 但是呢 英伟达的战斗 还远未结束 虽然人工智能界 已经意识到 GPU的重要性 但是当时呢 需求也只停留在 学术界 还有科技大厂实验室 AI的爆发性增长点 还没有到 老黄呢 必须要静待时机 我们前面的章节 讲到 2012年之后呢 GPU的用途 开始显现在各个市场 英伟达呢 开始多方布局 这些市场争夺战 也是几场竞仗 那有的打输了 有的打赢了 但是总之 就像黄仁勋 预期的那样 更多扇门 向英伟达打开了 首先是手机芯片 苹果手机iPhone 自2007年诞生以来 引领的智能手机热潮 推动了移动互联网市场的 高速发展 而正是因为智能手机 对图像处理的高需求 这对GPU来说 成了一块巨大的蛋糕 英伟达开始攻打 手机市场 也是引发了 接下来几年的混战 那么这是英伟达与三星 高通以及苹果之间的 爱恨情仇 我们来看看老黄 是怎么输掉 手机芯片之场战斗的 我们刚才有提到 英伟达之前一直是 苹果Mac电脑系列的 GPU提供商 而自然也想争取 iPhone手机芯片的合作 手机芯片这样一块大蛋糕 那么除了英伟达想合作 AMD也想 英特尔也想 三星也想 高通也想 联发科也想 谁都想 那么大家想想 苹果怎么想呢 结果苹果说 你们都别想了 我自言 所以我们看到 2010年的时候 苹果推出了 首款自言芯片 Apple A4处理器 由三星来代工 同时合作了 高通的基带芯片 我们来画个简单的动画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移动手机芯片 那移动手机芯片 被称为SoC 是System on Chip的缩线 分为两个部分 那么分别是 BP Baseband Processor 和AP Application Processor 前者指的是 基带芯片 我们手机 能够打电话上网 主要就是靠它 那么后者的AP 指的就是处理器 包含了CPU和GPU 所以苹果自研出了 自己的AP处理器 并且给三星代工之后 再加上高通 已经积累了 很多年经验的 BP基带芯片 自然就没 英伟达什么事了 英伟达虽然推出的 独立移动芯片 也就是AP处理器 叫做Tegra系列 一度获得了 不少订单 包括了小米手机 小米3发布的时候 雷军还和黄仁勋 在台上梦幻联动 然而英伟达最大的问题 是自己没有 基带芯片的能力 厂商买了英伟达的 Tegra处理器 还要向其他的厂商 去买基带芯片 同时虽然英伟达的 移动GPU 看似功能强大 但是功耗发热问题 以及英伟达是从 电脑芯片 半途转行到手机芯片 那么底层架构 被认为比较老旧 有点水土不服 所以一直以来 英伟达的Tegra芯片的 口碑并不算好 那么到了2014年 第三季度的时候 苹果的自研移动芯片 占据整个市场 13%的份额 高通是42% 三星4% 而英伟达在 移动手机芯片上的 市场占有率 下降到仅有1% 然后英伟达就将 三星和高通告上了法庭 2014年9月份的时候 英伟达就率先的 发起了诉讼 不仅是起诉了三星 还有同时起诉高通 侵犯英伟达的 图形技术专利 说三星和高通 在他们的SOC芯片中 使用了英伟达GPU的 七项专利权 之后呢 在两个月之后 三星迅速的提出了反诉 指控英伟达推出的 虚优的平板电脑 侵犯了三星的八项专利 对 你可能不知道 英伟达还出过平板 所以呢 这个官司 一打就是将近两年 终于在2016年 就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宣布最终裁决的 几个小时之前 英伟达 三星 以及高通 达成了庭外和解 当时市场觉得非常意外啊 英伟达当时告三星 告高通 不就是因为享受专利费吗 但是和解条款里面 没有设计任何的费用 那么想当年啊 英伟达和英特尔的官司里面 也是和解的 但是英伟达还向英特尔 要了15亿美元的专利费呢 当年就有一些观点认为 可能英伟达 觉得最终的判决 也会对英伟达不利 而且2016年的时候呢 英伟达已经找到了 下一个发力的风口 所以呢 决定放弃移动芯片市场 全力的去进攻下一个市场 大家能够从英伟达的股价中 看出来 新市场的业务已经起飞 所以呢 和解了 也就和解了吧 那虽然英伟达进攻 手机移动芯片 已惨败收尾 但是似乎老黄还没有完全的 放下手机芯片 这个大蛋糕哈 那么在三年前 2020年 英伟达一度呢 还想从软银手中去买 ARM 想结合CPU和GPU 继续进攻 手机移动芯片 那虽然这项交易呢 最终以反垄断 反而流产 没买成 不过呢 也向我们透露了 华人薰的野心 还依然在盯着 每一个可能的市场 那么对ARM这家公司 有兴趣的小伙伴 也可以留言 或者弹幕扣1 那我们之后呢 也可以考虑单独的来出一起 那好 回到苹果上来 苹果开启了 字眼芯片之路之后呢 与英伟达的合作关系呢 就越来越浅了 苹果呢 还在2015年 挖走了英伟达深度 学习软件的主管Jonathan Cohen 那么各种事件的摩擦呢 也是让英伟达很不爽 在2019年 英伟达发布了 CUDA策略 更新的时候 明确点名 苹果表明未来的 NVIDIA CUDA软件产品 将不再继续支持 苹果的MacOS操作系统 那么回顾苹果字眼芯片 溜了英伟达这么大的一串 也告诉了黄仁勋一个道理 在商业世界里啊 最好的客户 可能就是最危险的对手 如果甲方自己拥有了 足够好的技术 那么乙方呢 将不再被需要 而这个道理 对英伟达如此之深刻 以至于 在老黄刚刚找到的新赛道当中啊 又继续给他上了一课 这个新赛道就是自动驾驶 那虽然老黄对手机移动芯片市场 非常的恋恋不舍 但当年英伟达转据 自动驾驶业务还是非常的快 很准的 那之前说到英伟达推出的Tegra系列 除了手机等移动产品之外呢 还在崛起的汽车 自动驾驶行业 也是硬需求 那么早在2012年啊 格斯拉就宣布采用英伟达Tegra 3芯片 并且在高端的车型Model S上 率先使用 那么之后的几年 马斯克和老黄骑士一直呢 眉来眼去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 那在2015年的英伟达年度GTC大会上 黄仁勋呢 还把马斯克请去到了现场做嘉宾 那么这场大会的一年之后 2016年 特斯拉公布了Model 3车型 而就在同一年啊 英伟达推出了基于两颗Tegra处理器的Drive PX2 以此呢 希望在自动驾驶领域建立起GPU计算生态 2017年特斯拉Model 3开始交付 那至此啊 Drive PX2被装备在了所有新生产的特斯拉车上 包括了Model 3还有Model X和Model S上 那么简单来说说GPU如何驱动自动驾驶 我们都知道啊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呢 名为AutoPilot 那它的硬件部分呢 是由8个摄像头 12个超声波传感器 以及呢 一个雷达系统 那么这些硬件部分会将探测到的数据传给车的软件系统 名为Tesla Vision 而给Tesla Vision提供算力的就是GPU 那么英伟达号称啊 Drive PX2的算力等同于150台苹果MacBook Pro 可以独自满足Tesla Vision达到L4 也就是那四级自动驾驶所需要的所有计算任务的运算需求 那L1到L5指的是自动驾驶的自动程度 如果到L5完全无人驾驶的程度啊 需要两台Drive PX2 而到L5之前呢 一台的Drive PX2就能够搞定了 老黄畅想得很好啊 自动驾驶技术到L5 还有很多年的研发时间 那么到此之前呢 Tesla还有全球一众的车企 全部都是英伟达的客户 但是呢 老黄很精 马斯克更精 在装载Drive PX2的Tesla车夫交付之后呢 非常硬核的一些美国Tesla车主想看看 传说中的这个自动驾驶心脏 长什么样子 那他们干了啥呢 众人开始拆特斯拉车 看看Drive PX2给装哪了 那一般人肯定都猜不到哈 这么重要的部件 居然呢 就给被安装在了副驾驶前面的 这个手套箱的面板后面 而且呢 很简单几步就把面板拆了 就能够把Drive PX2拿下来替换 那么当时市场当中就有声音猜测啊 这么便捷的更换方式设计 是不是意味着 特斯拉想要保留GPU供应商 随时可以被更换的灵活性 甚至有一天 特斯拉自己自研GPU 也不用动车身的任何设计 那么这个猜想很快被见证了 在2019年3月 特斯拉开始在其Model S Model X和Model 3上 批量的交付FSD芯片 英伟达和特斯拉的蜜月期也只有短短的几年而已 而英伟达的股价搭乘着特斯拉和自动驾驶的风口得到的涨幅 也在2018年底特斯拉宣布自研芯片之后迅速被腰斩 而马斯克也不太厚道 在推销自己的芯片是全世界最好芯片的同时 还不忘去拉踩英伟达 说FSD比英伟达的车载芯片要好七倍 那气得老黄硬气的发声明回怼啊 说马斯克拿特斯拉和英伟达的自动驾驶芯片比较不准确 那么马斯克举例的特斯拉芯片是全自动驾驶自研芯片 运算能力是每秒144万亿次 然后拿英伟达举例 用的是英伟达用于辅助自动驾驶的Drive Xevere芯片 运算能力呢是30万亿次 那么老黄就说要公平的比 你就应该比较的是英伟达的全自动驾驶电脑芯片 叫做NVIDIA Drive AGX Pegasus 算力呢是每秒320万亿次 小马你说说特斯拉哪里比得上英伟达 那反正啊特斯拉和英伟达结束合作之后呢 黄仁勋和马斯克之前那么好的私交呢 也基本上成为过去式了 也是挺唏嘘的哈 你看两人啊曾经马斯克数次到英伟达 TGC大会给黄仁勋站台 完全都是没有经过排练的 黄仁勋呢也相信马斯克不会有出格的言论 只是开玩笑的警告他说 我们之前提到过黄仁勋呢 也是在马斯克开创OpenAI的早期呢 是亲自的把GPU给送了过去 结果苹果发生在英伟达身上的教训 在特斯拉身上又读到了验证 但是呢就在英伟达股价跌到低点之际呢 有一扇门又给英伟达打开了 这就是加密国币 在2019年初啊 区块链风口来了 其实这个风口有两个牛市哈 第一个是在2016年到2017年之间 之后呢 再是2019年开始的第二个牛市 在这两个牛市当中 英伟达都赚的是盆满波满 比特币 以太坊 还有各种各样的加密货币价格飞涨 比特币价格呢 从2019年的3000多美元 风涨到了2021年底的超过6万美元 那么我们知道啊 加密货币的一大特点是 他们是可以用电脑算法来获取加密货币的 那么这个过程简称挖矿 而手持GPU的这批挖矿者被称为矿工 那么这些矿工们为了加快获取加密货币的速度 还有效率是购买了大量的GPU构建了大规模的算力的显卡集群 来集中的发矿 那么这样的行为啊 虽然推高了英伟达GPU的价格 甚至是引发了如系玩家的集体不爽啊 但是英伟达确实是躺赢的状态 黄仁勋呢 立马从与马斯克决裂的伤感中是脱离出来 调转码头进军区块链领域 那么在加密货币风光的那几年 黄仁勋的画风呢 变为了各种说 这个以太坊怎么怎么有价值啊 加密货币挖矿的未来怎么怎么好啊 那么虽然在2023年3月的一篇采访中 网英伟达的首席记事官 又说加密货币无法给社会带来啥价值 AI有价值多了 就感觉妥妥精明的生意人有没有 但是在挖矿浪潮中 网英伟达动作很快 各种推出专门面向挖矿定制的专业显卡 比如说PGX1060 还有之后的P106 P104这种拥有更强算力的专业矿卡系列 以及呢再之后的CMP系列 但要注意的一点 这些专业矿卡就是为了挖矿专门去生产的 游戏玩家们没有办法用 而且呢CMP矿卡直接是舍弃了图形处理功能 这让很多游戏玩家们觉得很寒心 觉得英伟达你可是游戏业务起家的 那现在呢完全致游戏用户们于不顾了 NVIDIA doesn't care about you They don't care about gamers And they don't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2021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供应链中断使得 全球芯片短缺价格飙升 那同时美联储降息刺激经济引发了市场中流动性泛滥 推动加密货币价格持续的走高 那么在这一年英伟达全年收入创下了269.11美元 较上一彩年的166.8亿美元增长61% 首次实现连续7个季度营收的上涨 这一次英伟达的甲方是市场周期 当市场周期不再是你的朋友 就像之前的微软苹果特斯拉一样 英伟达就会摔得很惨 从越高的地方摔得就越惨 2021年年底加密货币的牛市结束 各类资产价格大跌 同时呢以太坊因为升级 从POW工作量证明转成了POS权益证明 那么简单来说呢 过去靠堆算力来产出以太坊的方式呢 已经被弃用 那么这使得矿工手中大批英伟达显卡 不再有价值 2022年啊 可以说是英伟达最近货不单行的一年了 首先是3月份 英伟达遭遇到了黑客攻击 导致超过一个TB的数据泄漏 其中包括了驱动程序 设计图纸还有固件等等资料 对方认领是南美的勒索窗户Lapsis 目的呢就是要让英伟达开放Windows MacOS 以及Linux系统下的GPU驱动 解除特定显卡的挖矿限制 目的呢就是为了挖矿 那英伟达在反击失败一些重要的信息和数据 被黑客泄露之后呢 还是在5月认怂了 宣布将Linux GPU内核模块作为 开放源代码发布 大家还记得在这个系列的开头 Linux支付Linus Torvot给英伟达出的终止嘛 就是因为英伟达长期以来拒绝开源 使得Linux用户的体验非常的差 没有想到数终止的十年之后啊 英伟达终于给开源了 但是原因呢 竟然是因为黑客勒索 也不知道Linux Torvot应该是开心还是无语 那同样呢 在5月份英伟达受到了美国证监会SEC的指控 认为英伟达在2018财年的连续几个季度当中 没有披露加密货币挖矿式公司游戏收入同比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而呢 涉嫌误导投资人 英伟达对此呢 也没有申辩 而是选择了和解支付了550万美元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 英伟达股价大跌 美股价格呢 从2021年11月26号的315美元上方跌到了2022年10月的112美元左右 跌幅接近了65% 然而呢 就在一个月之后 2022年的11月30号 OpenAI发布了ChatGPT 深城市人工智能浪潮来了 在2012年播种了AI市场爆发的期望之后 折腾了这么久 黄仁勋和英伟达终于等到了AI的胜利博士 那么如今在AI芯片市场中 英伟达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5% 在全球巨头针线恐后的步入大模型训练之战时 英伟达这可怕的垄断 意味着绝对的市场定价权 那我们在片子前面说到过 英伟达很早之前就密切的关注这轮大模型的进展 从OpenAI的第一台GPU到之后 微软帮OpenAI训练XGPT用的1万颗 英伟达A100GPU打造的超级算力中心 英伟达都非常清楚AI的进展 英伟达的GPU是如今训练通用模型的最优解 GPU在AI工作中的能效是CPU的20倍 英伟达最新发布的H100GPU在训练大型语言模型方面的效率是CPU的300倍 而英伟达Cuda软件框架 则是提供了一个通用平台 允许开发人员和用户在不同型号和连续几代GPU上去运行相同的软件 实现无缝升起并且显著的简化原始开发 我前几天和硅谷这边的一个头部VCAnderson Horowitz专门看硬件的投资人聊 他也说如今英伟达的护城河并非GPU本身而是在软件部分 而当其他竞争对手看到了这块蛋糕快速推出同类型产品的时候 即使GPU本身的性能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市场用户们还是会因为太熟悉Cuda的软件生态 而不愿意去选择非英伟达的GPU 那这就是Cuda从2007年开始积累的生态力量 形成了英伟达如今强大的护城河 在2023年8月中旬 巴伦周刊的资深作家Tay Kim在社交媒体上爆料说 投行Raymond James的数据就显示 制造一枚英伟达H100的芯片只需要3200美元 但是H100的售价高达了3万美元 那么这样算下来H100芯片的成本利润率是接近了不可思议的1000% 我就此也咨询了英伟达内部的线人 他确认了这个数据 还告诉我因为如今英伟达GPU一货难求 不少国际上的科技大厂愿意去加价购买 甚至将A100和H100混着卖 英伟达也能够有8倍左右的利润 而且这样的排期已经到了两年之后 而这样的定价权将英伟达送上了万亿每月市值的宝座 成为了有史以来第六家公司加入这样的Truion Dollar Club 2023年8月23号英伟达公布了2023年第二季度的财报 第二财季的营收为135.07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翻倍 比上个季度环比增长88% 创下历史记录 此外呢 经营利润为61.88亿美元 与上年同期暴涨843% 比上一个财经环比增长203% 并且公司未来展望也是大幅度的好入预期 这让英伟达的股价又一次暴涨 当然英伟达这一次又能风光多久呢 还是一个未知数啊 芯片市场中竞争从来都是残酷的 那么这一点可以从我们之前讲的每一个案例 每一个时期都能够看出来 而就在英伟达站在最风光的胜利山顶上 也面临着高处不胜寒的风险 谷歌的TPU 英特尔将在2025年推出来的Falcon Shores AMD除了推出MI300之外呢 英伟达的大客户微软 也在与AMD共同的合作 自研人工智能处理器雅典娜 Athena来制衡英伟达 硅谷不喜欢垄断的供应商 竞争一定会加剧 另外一些专业领域的芯片 比如说ASAC Analog 还有FGPA芯片这些小玩家 也在虎视单单寻找更加专业的AI切入口 虽然1000%的利润率 确实让英伟达还有很高的降价空间 这一回合的血确实很厚 但是英伟达还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风险 这就是这一轮深层式人工智能 是基于Transformer模型发展出来的 它很强大 通用性很强 但是AI发展尚在早期阶段 而Transformer不一定是带领人类 能够到达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正确解 或者是最优解 如果之后的大模型发展遇到了瓶颈 或者有其他的技术路径出现了GPU不适用的情况 需求消失 英伟达还会再次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 但是黄仁勋并没有停止战斗的意思 他如今已经是硅谷科技巨头中 现任最久的CEO了 1993年成立英伟达以来 已经持续的战斗了30年 而他在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 说他还能再战斗30年 就算之后肉身不在了 还能够以AI数字人的方式继续的战斗 真战斗力爆表 那么在这一系列视频当中 我们几乎把英伟达的发展路径给翻了个底朝天了 作为一家2B的芯片公司英伟达的崛起 几乎就是在跟各大的科技巨头不停的合作 不停的竞争 不停的战斗 不停的打官司 不停的折腾 一路走过来的 那么黄仁勋在技术上是坚持的 虽然这样的坚持曾经让很多客户不爽 也是让英伟达也丢了很多合作 摔过很多胶 但是也许没有这样的坚持 英伟达也就不会有如今早已铺垫好的护城河 那么在商业上黄仁勋是精明的 它足够敏锐足够的灵活 虽然在加密货币提供矿机的几年背负了很多罢名 但是至少那几年的业务 让英伟达撑到了AI爆发的周期 作为一名商人也无可厚非 英伟达没有永远的客户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黄仁勋是孤独的 也是叛逆的 他能做的只有不断的往前跑 战斗永不停止 2005年 英克尔制定了中百计划TikTok 当时英克尔公司创始人之一 76岁的戈登摩尔提出了摩尔定律 制定了英特尔处理器 微架构和芯片制程更新的时间线 他预测芯片上的晶体管 每24个月翻一倍 及半导体行业的产品性能 每两年翻一倍 而在2012年 黄仁勋提出了黄索 黄氏定律 他认为随着芯片制造商 已经达到原子集电路 和电子物理的极限 摩尔定律已经过去 而在AI时代GPU将推动 AI性能实现逐年翻倍 英伟达的首席科学家 Bill Daly分享了一组数据 支持黄氏定律说 从2012年11月到今年的5月 英伟达的芯片性能 在人工智能计算方面 提升了317倍 换句话说 目前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的 增长速度保持在 每年增长一倍多的水平上 而这样的增长能持续多久呢 人工智能将带给我们 如何的一个新世界呢 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 但是确定的是 英伟达 黄仁勋 还有他的一众对手们 还会持续战斗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超级长 超级深度的 英伟达GPU崛起始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真的我觉得特别的感恩 在短视频竞争如此之大的时代 你们的关注留言和点赞 是我们持续做深度长视频的 最大动力 也希望你们觉得这一期的内容 对你们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